公共安全被轻忽了吗 就是财团养地当停车场 来等着盖豪宅 却被踢爆根本无罩嘛 三年来只开出一万五千元的罚单哦 更夸张的是 市政府管理的华山停车场 居然也是无罩 根本带头做最坏事犯 市民大道旁 近临东区是台北市精华地段 被议员踢爆 微风广场所属的平面停车场 其实是无罩营业违法的 业者向市政府申请执照 已经三年却连基本的契约文件都补不起 怀疑市集团想要养地盖豪宅 拖时间而已 财团很多都是用申请停车场来作为养地 而且还可以歼免税责 黑松这边其实打算把它卖给建商来盖住宅 那微风是希望说可以一起合建成为新的豪宅 我们的业主撑住的 所以这个我没有办法这样回答 无罩营业违法停车场 微风从民国99年起被市府开了一张三千元的罚单 一百年没罚款今年又收到两张罚单 总共一万五千元 被议员痛批大集团业者不痛不痒 就连市政府管理的华山停车场 居然也是无罩 三年罚了两万四千元 比微风还要多 重点全民买单 这个政府单位罚自己 比罚这个财团罚的更重 这是什么样的政府啊 算一算微风一百五十一个停车位 假日一小时收八十元 如果停满满一个小时就赚一万两千元 三年的罚款一小时就快要缴完 申请营业执照三年下不来 停车场还是照样开门做生意 市政府出了开罚单 无法可管 也让外界不禁质疑 大集团就是想要养地盖豪宅 一万多的罚款根本不看在眼里 终于新闻詹品红 真一针 采访报道